在抗日战争中,如果我们中国人被日本人俘虏了的话,那么后果想必大家不用多想了吧,肯定是很凄惨,所以每当我们提起日兵时,都会很气愤,但是就在河南的一个地方,一位老人竟然全心全意地照顾了一位日本的伤兵。 长达47年的时间,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?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呢?别心急,请继续往下看,在抗日战争结束后,日军的大部队都撤退了,但是那些伤重的,竟然被给武警的抛弃了。 今天小编要说的这位日本伤兵就是其中一个被抛弃的人,他就是石田,石田在部队中并不是官居要指,并且也没什么家事背景,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谍报员而已,又是一名手中伤的残兵,被抛弃应该是很正常不过了吧。 但是就在石田掩掩一息时,被一位老人给发现了,这位老人不忍心石田就这么自生自灭,于是选择了将石田带回了自己家中进行治疗。 这位老人是一位普通的河南农民,名叫孙邦俊,是一位大善人,邻居们与家人也是极其反对的,但是耐不住老人的一片善心啊,最终石田流了下来,这一流变,是一直待了47年的时间啊。 虽然后期孙邦俊老人去世了,但是家里的人也是一直照顾着石田,石田终究不是中国人,在中国待了这么久,难免会有慈祥之情,于是孙邦俊的儿子就想方设法的为石田,找到了回故乡的办法。 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,石田回到国家后,是怎么报答他的恩人的呢? 后期石田资助孙邦俊的孩子们到日本留学,也算是好人有好报了吧。 西新照顾了47年,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了吧。